禁堂詠 上主求祢引導我的腳步,履行祢的憤怒,不要允許任何邪惡來主宰我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命,阿文,願主與你們同在 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們誠心懺悔來到上主的祭台前 讓我們誠心、見聖準備進入彌撒聖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私言行為上的過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為此懇請終身同禁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 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 願全能的天主垂煉我們,四面我們的罪 使我們得到永生 上主求祢垂煉 祈祷求祢垂煉 上主求祢垂煉 請大家祈禱 上主求祢恩賜我們藉著四循期的鍛煉和聖人的滋養 能以聖善淡泊的精神全心侍奉祢 並在日常生活中彼此同心祈禱,團結一致 恩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祂和祢及聖神是為一天主,永生永望 阿文 光讀生命記 梅失對百姓說以色列 現在祢要聽我教訓祢們的法令和規律盡力進行 這願祢們才能生活,才能進入佔領 上主祢們祖先的天主至給祢們的地方 看我授予你們法令和規律都是上主我的天主 吩咐於我的,好叫你們在你們要去佔領的土地內 依照進行 你們要謹守進行,因為這樣在萬民眼中才能顯出你們的智慧和見識 他們一聽到這一切法令,說 這實在是一個有智慧有見識的大民族 有哪個大民族的神,這樣接近他們 如同上主我們的天主 在我們每次呼求他事,這樣親近我們呢? 又有哪個大民族,有這樣公正的法律和規律 如同我今天在你們面前所頒布的這一切法律呢? 你應謹慎,加以留心,不要忘了你親眼所見的其事 終生日日不要讓這些事遠離你的心 並要將這一切傳於你的子子孫孫 上主的話,感謝天主 耶路撒冷,請你讚頌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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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雍,請你讚頌你的天主 他鞏固了你城門的環山 祝福你的子女在你中間 耶路撒冷,請你讚頌上主 他向大地發出自己的語言 他的聖旨便立即迅速奔存 他降雪像陽無,他殺傷像陳燒 耶路撒冷,請你讚頌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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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讀聖马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 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 一撇或一画决不会从法律上过去 必待一切完成 所以谁若废除这些戒命中最少的一条 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称为最少的 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 这人在天国里将称为大的 祢的上主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看今天的福音里面有些误解 有些人看完这一篇就说耶稣尼究竟是 有没有改造法律呢? 留意他没有说没有改造 他说没有废除 不废除和不改是很不同的 他是满全了 即是为何法律要满全呢? 即是原本的法律有些是相差一点 有些是相差一点 因为到了一个地步 那时候那些人守法律是一个死的法律 停留在法律的字面那里 我星期日讲到的时候也有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停留在字面那里的时候 就有很多法律要满全了 为守法而守法 即是因为法律只能够说不准做些什么 或者必要做些什么 但是不能够说我们应该做多些什么 多少正是够呢? 法律是指示不了的 只能够离定于哪里是过了火 哪里是过了 所以法律只能够给我们一个底线 有底线就有些人冲击底线 也有些人做得越少越好 就不是做得越多越好 或者走近天主越好 关系越深越好 没有了这个意识 所以就由十戒变成三百多条 三百多条变成六百多条 也不够 还有人可以走很多法律 耶稣就是看到这个情形 所以说人子来说要满全法律 满全法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停留在法律那里 我们要停留在天主那里 停留在爱那里 他将十戒很多不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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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他重新强调法律的基本 才知道的基本是 爱天主 全心全意全灵 全力爱唯一一个天主 在万有之上 这个爱是没有底线的 永远都可以爱多些 接着第二个就是重复 都是生命记忆说的 爱别人 要爱自己 在《若望福音》 他再加多一句 就是说 我刺激你们一个新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 我爱你们一样 耶稣所以将整个旧的法律 搬来不是以守法 以不被罚 不过火为核心 搬来就是以他自己为核心 耶稣以他的爱的标准 以十字架爱的标准来做核心 就是你爱到这个地步没有呢? 没有嘛 没有就继续走向那个方向 所以他有没有改变呢?有 有没有因此某些法律不再有用呢? 有 他不是挥除整个法律 他变成有一些法律过去做了 所以为什么可以在《玛道福音》里说 耶稣说他没有挥除 是满传了法律 但是希伯来书呢? 希伯来书就是因为耶稣改变了制宪 不需要再不断地杀羊了 也不需要以往的施制了 一代传一代的做法 以为可以赎罪了 我们已经有一次而永远的赎罪 我们要进入这个制宪 即是尼撒制宪那里 所以他说旧的盟约 旧的礼仪已经过了 已经会逝去 所以这里又说不会走 没有废除 那里又说会废去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不是整个法律被废去 而是法律的核心搬去耶稣那里 所以很多以前耶稣未来的 而充当着指向祂的东西 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耶稣本人已经来了 所以祂昇华了 以前只是预言性的 指向未来的一些礼仪上的东西 祭宪上的东西 很多有关礼仪上的法律 因为耶稣电入了新的 最后晚餐的时候 电入了新的祭宪 新的盟约 以祂的圣体 以祂的圣血 以祂的圣洗 以祂的教会为基础的 旧的那一部分 第2月那部分 披生的那部分 过去了 因为满全了 星期日的时候也说过 所以耶稣将犹太人 依靠的法律、圣殿、祭宪 祂一个人充当 全部搬进去 所以以往没有耶稣之前 有关这三样东西的法律 都被祂代替了 所以不是没有转到 有转到东西 亦都因此部分的法律 已经不再有了 所以保禄 为什么经常说 在新约里 我们看保禄的时候 会很confused 相比于这里 就是说 法律已经没有用了 法律已经过去了 保禄不是说 不是说 全部法律没有用 保禄说 我们不是依仗着法律 我们依仗着基督 法律仍然可以用出来 说给我们未成熟的人 未成全的人知道 有些是错的 不要走去错的地方 让我们知道 我们未深深地去爱天主的地方 我们需要法律 我们仍然需要在那里成熟 当我们不爱天主 多少法律都没有用 但是都需要法律 让我们知道 我这方面未爱天主 就知道 那是错误的 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这个不是爱天主的表达 因为人很懂得 是说大话给自己的 很懂得说大话给自己的 就是说我没事的 我这里可以的 我仍然认识到很多教友 有很多错误的理解 有些就是说 我说一些小的大话 免得都避不了 说大话人人都会说的 又不是故意去害人 那就是没问题 是谁说的 是谁说的 就是我们 迫不得已有时候说了 不是代表不是错的 是吧? 这个未必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以为是最好的方法 始终都是要扮告解 都要认罪都要改 就是不能由得去的 有些人觉得是没问题的 也有很多其他有关道德上的事情 以为是不清不楚的 以为是没问题的 有些教友仍然以为是 很多性方面的事情 以为我们教会已经不再要求 比如说 教会以为今天可以被人避孕 很多人以为是这样的 有些人觉得 我们已经不相信这些事情了 有些人觉得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需要法律去提醒自己 原来不是这样的 原来不是这样的 有些甚至在婚姻方面 离婚、再婚 都不太知道教会是教什么的 为什么需要法律? 因为我们不成熟 我们不知道 原来我们正在伤害人 正在伤害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法律去告诉我们 也需要有时我们很深硬的 我们知道有不妥的 但我们不理 我们大安子也是 天主会宽恕的 天主你明白的 天主我做了这么多其他好事的 我们需要法律去提醒我们 去智通我们 所以法律仍然有它的重要性在这里 但是保禄所说的就是 如果我真的爱天主 法律是不需要的 你真的爱你太太 你不需要不可杀人 你不会杀她的 你爱她的 你爱你家人 你身边的人 你真是为他们的 你不需要法律去告诉你 不要奸淫 不要做假见证 不要贪恋别人的事 不要抢劫 不需要这些法律的 因为你不会做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星期日说过这些部分的时候 我就有点担心 因为不止一个教友 我们有时是愤怒 我们一看到 神父你说得对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 就是我们要守法 是要以爱为主 如果不是以爱为主 就是我们担任我们的领袖的位置 担任高位 或者外在做出所有的事情 其实内里是空的 这是真的 但是神父说这番说话 其实耶稣说这些这样的说话 在圣经里面 是要叫我们自己警醒的 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不是用这些东西 所以就指别别人 就是说 是的 那个人就是这样 有些人就说 那个主教就是这样 那个教宗就是这样 他们不不不不 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些反省 让我们知道 究竟我是不是以耶稣为中心呢? 我们是否以爱 以慈悲 以欢恕为我核心呢? 是要来帮我们自己警醒 也都要来帮我们为别人去活到这个真的信仰 真正追随主耶稣道路的 为他们的祈求 以及让我们去陪同其他人 一起跌跌撞撞 互相扶持 是一个应该驱斥我们的慈悲 而不应该用了这种道理 这种知识 就是说 是的 他不就是一个外壳 他不就是不做 他不就是假善人 还要指名道姓那些骂呢? 那我们又变了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那种外壳式的 说别人没有了道的 就是在做审判 而这种是耶稣最担心 最不喜欢 因为他使别人跌倒 他扭曲了爱的戒命 所以如果你现在 心目中是有某人 尤其是教会里面 社会里面一些的人 你是有很多的怨毒的 你要诅咒他 你要把他的名字出来 让别人骂他 这个不是天主的工作 这个是魔鬼的工作 不要做 我们的内心不应该充满了审判 仇恨 就算你是对 而事实上 甚至这句话 你都不可以这样说 你怎么知道人家的内心 在经历什么 这件事我们是不知道的 就算是外在做很邪恶的事 耶稣看他的内心 有另外一个故事在 有另外一个争扎在 有另外一个贫乏在 有另外一个伤痛在 有另外一个伤痛在 罪人 犯很大罪的人 不是因为他自身邪恶 而是因为他被邪恶的事所束缚 不要审判 我们要释放 我们要做救助者 为他们祈祷 为他们祈祷 清洗我们内心的怨毒 邪恶 怨天主 祈祷我们的四旬旗 希望有一个主法 我知道这世代越来越多 撕裂为什么呢? 撕裂并不是因为 有很多很邪恶的人 在这做撕裂 而是当中也有很多很多 自以为是对的 拿着真理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 在那骂人 我们是替做撕裂者 这个不是天主的旨意 求主继练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做修补者 做福存者 做吸引人去依附天主 就算挺大毒的人 能够有一刻 有如耶稣身边一起 钉十字架的那位 跟他说 这个耶稣 在他面前 我是一个罪人 我有问题 主啊,记得我 这个是我们渴求的一件事 愿天主座右 愿天主降福 愿天主去洗净 阿们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为自身的内心的清洗 祈求天主的光照我们 有时候我们因为很多的不如意 不喜欢 有很多邪恶的事 在我们身边 令我们内心可能积聚了很多 不属于天主的信息、行为、审判 甚至暴力的思想 甚至很多不宽恕的思想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对 我们祈求主耶稣能够可以收藉 我们内心的道路 依附天父的旨意 祂的旨意是要所有人得救 特别是最似乎不值得的人 我们同星祈祷 叩主苦听我们 为剃造很多撕裂的 弟兄姊妹 包括可能犯错的 令人很疑惑的 误导人的 欺压人的 不公义的 似乎埋没良心的 还有很多自以为是的 大条道理的 而充满了审判 控诉 而令到方向的走向 越来越极端的 用很多审判性的说话 武断性的说话 甚至有事 我们亦都祈求天主去 如何去修补 去软化人的心 如何去帮助我们成为建桥者 成为促进者 成为鼓励者 成为福存者 在这个非常之混乱的世代里面 我们同星祈祷 变成为教会的合一 为教会内的种种的撕裂 分化 种种的 confusion 很混淆的事情 原天主教导我们 由草根开始 能够可以专注于 彼此相爱 彼此聆听 彼此諒解 彼此扶持 彼此去找出 共同 想将福音活出来 更新回教会 传扬回耶稣的精神 在他们当中 我们同星祈祷 求主 鼓励我们 为世界 很多需要治愈的地方 战争 造成的破坏 饥荒 自然的灾祸 人为的灾祸 种种的不公义 暴力的政权 极权的主义 恐怖主义 用宗教的名字 来欺压 来分化 很多流逝的人士 无家可归的人士 圣经主保护无辜者 照顾弱小者 收纳孤儿寡妇 给他们重新开始 改进 改化人的心 能导向光明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为疫症的结束 祈求天主能赐予我们 适当的药物 适当的疫苗 为病人的传遇 为临终者 能够依附基督的慈悲 望着天堂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苦听我们 天父 求祢收纳我们的土星 在有我们今天 能够再有新的耳 新的眼睛 去再一次听到 看到祢福音 祢的旨意 而能够诚心 谦虚地回应 我们所求是靠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家我们食粮 我们赐味祢 我们将大地为人力怒苦的果实物 葡萄酒前进行吉利 祢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家我们饮品 我们赐味祢 我们将葡萄树 为人力怒苦的果实 葡萄酒前进行吉利 祢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主求祢收纳祢子民的祈祷 和奉献 使参与者神圣奥积的人 蒙祢保护 脱免一切空险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祢苦听 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请举心向上 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主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你所当元的 并能使人得救 因为你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教我们黑苦齋戒 清心寡欲 陪得养生 而获得赏报 占谓的天主 天使 以及天上神圣 借着基督 赞美你 欣崇你 敬畏你 欢若庆贺你 求你恩准 我们也和他们 谦恭地同声赞颂 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切云霄 奉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 响切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灯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 派在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 圣体 圣血 他甘愿 写身受难事 拿起面柄 感谢了 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 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 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一杯雷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身而永久的盟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 倾留以舍面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来 纪念我 信得的勇者 基督 我们每次吃这饼 饮这杯 就是全部你的生死 期待你 光荣的内容 上主 所以我们 纪念基督的圣死 要复活 向你奉献 生命之良 救恩之杯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肯求你 使我们在分享 基督圣体 圣血之后 因圣神 合二为一 上主 求你 谁念普世的教会 我们的教宗方祭国 我们的主教多默 辅助他的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 日趋圆善 求你谁念 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 姊妹 并求你谁念 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 享见你圣容的光辉 求你谁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子之母 同征 荣福玛利亚 他的静配 圣药室 诸圣中途 以及历代 孝爱 你的全体圣人 共享永生 并求你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简仰你 借着基督 皆同基督 在基督内 一切诵经 我永远归于你 全能的天主圣福 甲与你同体的圣神 世世无告 阿满 我们既遵从教主的分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秀显扬 愿你的国内临 愿你的旨以奉行 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一样的食量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和众 拯救我们 因此我们的时代得向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献诚 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中途门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 上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旺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请大家互祝平安 请大家订阅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随缅势罪者 梦照来附圣燕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 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传遇 请看天主的羔羊 领主荣 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唯有在你面前 有圆满的喜悦 神领圣体经 我的耶稣 我真心全信 你在圣体 圣事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 领你到我的心中 既然我现在 不能实领你 请赏我 至少神领 你的恩典罢 我拥抱你 完全与你结合 将你实在到了 我的心中一样 必让我再与你分离罢 我拥抱你 我拥抱你 请大家祈祷 上主 你以天上的食粮 使我们得到饱育 求你圣化我们 敌除我们的一切罪污 使我们堪当承受永生的恩许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你苦听 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天主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你们去传用福音吧 感谢天主 向圣尼亚以总领天使 圣尼亚以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 保卫我们 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 或奸诈的陷阱中 我们谦卑地祈求 但愿上主 谴责他 上天万国的统税 求你恩上主的威能 把徘徊人间引有人灵 使其丧亡的实丹 及其他邪灵 抛下地狱里去 阿们 大圣有失得罪土门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上主求你锁炼 上主求你锁炼 基督求你锁炼 基督求你锁炼 上主求你锁炼 上主求你锁炼 基督求你鼓听我门 基督求你鼓听我门 基督求你锁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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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的天主圣父求你锁炼 我们 属世者天主圣子求你锁炼 我们 天主圣神求你锁炼 我们 身为一体唯一天主求你锁炼 我们 圣玛利亚请为我们祈祷 圣玥瑟请为我们祈祷 淡玥的荣玥请为我们祈祷 圣祖的辉耀请为我们祈祷 天主圣母的静佩请为我们祈祷 圣母同经的劫护请为我们祈祷 天主圣子的谷养请为我们祈祷 基督的勤慰请为我们祈祷 圣家之掌请为我们祈祷 自义的药室请为我们祈祷 自洁的药室请为我们祈祷 自自的药室请为我们祈祷 自勇的药室请为我们祈祷 自信的药室请为我们祈祷 自忠的药室请为我们祈祷 忍耐的名镜请为我们祈祷 贫穷的实爱请为我们祈祷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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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立他,為他聖家之主,與他所有家業的主人,請大家祈禱 天主在你無法言語的安排中,你欣然簡選了榮福若失,作為你至聖母親的淨配 我們懇求你使我們凡在世恭敬他為保護者的,堪當得蒙他作我們在天的待討者 你是天主,永生永皇,阿曼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曼